张先生人在陕西西安 在网上看到我们关于大众探月的报道后 联系了我们栏目 记者和他进行了视频连线 他开的是一辆大众探月X 2020款330车型 尊贵致连版 他说这款车和探月330的动力配置是一样的 只是外观不同 外观上有差别 就是它有唯一有一个流线的感觉 然后过去 然后像探月就是一个直的 它有一个在R的运动的套件之外 其他都跟探月是同样的 颗粒捕捉器在排气管上 在此前的报道中 几位大众探月330车主反映 在长时间短途低速行驶的情况下 颗粒捕捉器会发生堵塞 从而产生高油耗动力不足的问题 颗粒捕捉器的堵塞程度分六级 张先生说 3月6号他在西安当地的4S店检测 他的车正处于堵塞一级 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堵塞了 第一次是堵塞两级 前面的声音就是嗡嗡嗡的那种声音 就感觉车子没有力气的感觉 这会儿我把车子开动一下 然后跑上一圈 然后车子现在时速在18 然后油门踩得相对比较深一些 就感觉车子没有太大的力气 张先生在封闭园区里低速绕了两圈 行驶了两公里左右 油耗在这块14.7 那平时开个两公里油耗怎么样 在堵的情况下一般能达到178个油 然后不堵的情况下就在9到9个油吧 会影响到安全性 就是当他堵塞的情况下 然后CF店给的建议是要跑高速去 跑到90左右 然后自动把刹车去掉 然后让车往前自己往前走 然后这样需要跑个30分钟 然后你的客内捕捉器的堵塞的情况才能好 跑过一次 然后就为了自己安全着想 就没再跑过高速 油费和高速过路费怎么办 油费跟高速过路费只能自己来乘单吧 当时花了多少钱 当时花了200多万 张先生说他给车加95号汽油 这辆车用来上下班通勤 单程5公里左右 他每天上班会堵车 车速慢 下班路况好 车速能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车子跑了1万公里 堵了两次 去年11月 一期大众给出方案 对车辆进行升级 然而堵塞问题还是存在 这车销售的也挺多 是不是最起码应该对一个知情者 或者一个消费者来讲 他最起码要做到厂家的招回处理 对吧 首先为了就是顾客的安全着想 或者说是车子的性能 等等一期的原因 我觉得最起码应该做一个明确的表示 就是他车子确实是存在质量问题 因为本身车上好多我们在仪器上器 它都安装了一个颗粒补折器的系统 这套系统它本身就是进行一个净化空气的 所以说你它偶尔会产生堵塞 一般都是较低车速 所以说真的这一块呢 我们厂家它是后期有改进措施的 就是进一步完善了这套系统 但据我了解这个技术还在研发中 对的因为在去年的11月份 我们下套第一套发言之后 个别车主反映说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那么我们对这方面厂家后台 科研人员进行在研究呢 张先生要求按发票价退车 还要厂家承担购置税 他承担过去一年多的保险费用 对此陕西西安东明大众赛斯店的梁经理表示 还要等厂家反馈 2月28号 记者已经按厂家要求通过邮件 反映了车主们的相关问题 截至发稿没有等到厂家的明确答复 对于此事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1818黄敬眼记者报道